同仁,在這邊提醒大家 現在是網路直播 所有的地方都看得到程序委員在這裡的發言 也聽得到 所以上一次是這個 陳淑慧委員呢 就把這個民進黨這次所民進黨的陣列這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案 就把它佔割了 我們還是再提一次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呢 要在這個程序委員會 給他一個好的開始 那 應該不應該做實施審查 應該只是做一個程序上的一個安排 因為不然的話有些事情都沒有辦法有機會討論 譬如說 台電黨團所提出來的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3條跟第34條條文的修正草案 這個事情 擺明我們是針對夏雲州先生來的 他在中國那邊講說國軍共軍都是一家 這個東西我們不知道如何對我們的國軍交代 我們有這麼多的軍官弟兄們這麼辛苦的在捍衛台灣的安全 可是呢 這個 這個被退回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讓他討論嘛 大家有信心一點 那我們相信輿論 這個會給大家一個公平的一個對待 就像現在這樣子 我們已經開放了 那如果像這個 有違反國家忠誠跟傷害國軍形象的 的人喔 我們為了停止這樣子的人 的這個 繼續 領大家公務人員退休縫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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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助退休縫 一個月十幾萬 我覺得他應該被討論 另外是向國父林園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我們建議說把他廢掉 國父林園在哪裡 沒有在台灣這塊地上啊 沒有啊 那我覺得 這東西也其實會耽擱大家一點點時間 大家就會拍手通過說啊 這個不是我們能決定嘛 他在中國 不在台灣啊 另外是 我在這邊呢 其實預請那個國民黨級的委員 黨產那麼多大家用的用到的機會也不多 黨產那麼多大家用到的機會也不多 所以針對政黨法跟這個 政黨這些附屬組織取得財產清澈機 處理條例這些事情 大家 就讓他開放討論嘛 給國民黨一個這個漂白的機會 就說 讓大家一起來看這件事情 如果說 你的輿論這個說法說服了大家說 政黨應該有黨產 那大家趕快看是要去哪裡再作戰 看國有帝國立下都多先戰先贏啊 然後來發展這個國民黨 或是說民進黨要不要來發展黨產啊 這個大家可以討論嘛 不要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給他做實質的審查 我覺得這樣子呢 是不合宜的 因為程序委員會 我們只做程序的審查 不做實質的審查 我建議應該把它附委到這個 相關的委員會 那 不然的話就是 我每次程序委員會就會在這裡卡住 如果這樣我們不如回到 過去我們在院會裡面 只要有意見我們提出意見之後 就可以重新再來排 那就不用這樣浪費大家